大家好,歡迎收看Mama College,我是佳儀 在其他影片中,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我訪問了差不多300個媽媽 問他們當惠賴的時候遇到什麼挑戰 結果我發現有5個 其中一個挑戰是拉扯 就是嬰兒吸絕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影片中,我想跟大家說說 拉扯的時候,嬰兒和嬰兒都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自己也親身經歷過這個困難 因為我記得在Liora,我女兒 第一個月的時候,她是不懂得絕的 我看到其他媽媽餵嬰兒,我會覺得 怎麼會不會絕呢? 根本上這是嬰兒的天性 嬰兒的天性就是懂得絕 絕奶嘴也好,絕奶瓶也好,絕我們的乳房也好 都是一個自然的事情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在第一個月的時候,嬰兒都是要學習吸絕 正如媽媽都要學習怎樣給她吸絕 怎樣抱她嬰兒 所以,我很想跟所有伸手媽媽都說 放鬆,不要擔心 原來是common的,嬰兒真的要學習的 因為在初三個星期,她有時絕到,有時絕不到 有時絕到一兩口,又會脫出來 原因呢,我現在才發現,可以是很多個 其中一些原因呢,就是可能 我們的胸部,那個Nipple 那個形狀 不適合她絕 因為原來Nipple也有分很多種 有分flat Nipple,平的 inverted,太突出來 太大,或者太粒進去 而我那時候的問題呢 可能就是比較平 所以她扯不到Nipple出來,就比較難吸絕 在這個情況,怎樣解決呢? 如果你的Nipple是比較flat 或者比較粒進去,inverted的Nipple 解決方法,其實你可以試試用 我那時候也是很遲才發現 原來Nipple可以放鬆一點 可以放鬆一點,可以放鬆那個Nipple 然後再給那個BB 我發現,那是絕對幫助到她們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當你的Nipple拉出了一點 他們就會比較容易學習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當然,最實用的方法 也是不停讓他們試試 我那時候也是很遲才發現 原來是泵一點,可以放鬆那個胸部 還有拉出自己的Nipple 那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也是不停練習 一...一... 就是我不放棄 我就算試過她在哭 扭機,絕不得很懵惰 我都試過不停在那裡流淚 就覺得,你絕吧,為什麼你不絕的 為什麼你喝不到的 我又怕她肚餓,又喝不到 我又硬頸不會補奶粉 所以我老公看到我哭 抱著她的嬰兒也哭 那種情形其實是幾可怕 幾可淒慘的 那...呢.... 現在事後過了 再想回 就好歹我有堅持了 其實因為你也要給孩子出機會 自己也要學習的 那所以... 希望大家知道這個小照提示 會幫到大家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大家要注意 例如,嬰兒的嘴唇,乳房的嘴唇,嘴唇的嘴唇應該是反上一點 然後整個嘴唇都會嘴唇,所以最準確,最好 當然,有時會嘴唇,有時會不會,但其實都是一種磨鍊,要和牠慢慢練習 我記得我在醫院的時候,護士也有幫過我,把手指放在乳房裡,捏少少,然後放進嘴唇裡,看能不能幫忙 大家也可以嘗試一下 除了牠的嘴唇,還有大家的抱法 究竟抱得嬰兒是否舒服,抱法也有幾種 例如,籃球式夾牠的隔底抱,或者最標準就是Cradle 或者有些媽媽,像我現在,嬰兒都差不多兩個月了,我會睡到有時牠趴在我上面,或者我打側身為牠 這些方法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嘗試一下,看看哪一種牠是住得最快的,而你自己又最舒服 我記得我初初第一個月,我是很不準備的,所以我第一個月都很頭痛,很辛苦我老公去走走滴滴,去幫我準備回 應該餵人奶要準備的東西,那現在當然不用了,現在我餵到熟了,就在街上拉下,立即餵,都沒有人看見了,在飛機又是這樣拉下衣服就這樣餵 但最初真的沒有那麼熟手,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想讓牠坐得舒適,自己又坐得舒適,餵得舒適 最好真的有一個很好的座位,不是冷氣噴著你,不是冷氣吹著你,不是冷氣吹著你的頭的座位 然後買個U型的Cushion 因為孩子當時很小,你又沒有抱熟到孩子的,你真的會抱到一隻手很小,然後餵牠的 但如果有一個U型的枕子,你就可以很舒服地放在枕子上 自己又安靜著自己的手臂,就會靠下這樣去餵孩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會沒有那麼大壓力,孩子又會舒服一點,你又不會抱到很困難 再加上一個Footstool,即是浪高一點的腳,因為可以承托著那個U型Cushion 在這個最舒適的環境底下位,我覺得成功讓牠坐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Latching 主要是這些幾個提示,都要讓牠去學習,讓自己去嘗試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其實我再說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其實不單是學著我們的空暴,是需要時間 Liora,因為我可能全埋身了,到現在都是全埋身的 但因為我在她三個月的時候,我有飛回溫哥華 那時候我當然想出街話說那些 變了被我家人照顧Liora,他們跟我說 Liora,由乳房去回用奶瓶,都要學習 其實不是說一定是不懂的,可能是不習慣,或者不想做 所以無論如何,媽媽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記得所有事情都是一個過程 當她學習了之後,你就會發覺已經到最後的問題了 好了,希望這個影片幫到大家 記得大家收看其他的Breastfeeding Challenges 因為都很有用的,希望幫到你們 還有歡迎留言給我 去我以下這個網站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Page 還有記得Like我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 for watching,Bye Bye